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旁边側部正向部浪费冷气 以及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FART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Cindy Law 说 看看李特首在上届任职 正无司司长的时候 就有两件事可以看出她的承担表现不足 一 疫情期间豁免影声尼哥结婉 检疫限制来香港拍戏 是由她全权负责的 但是当所有政运和媒体狂轰林郑的特首的时候 她全程躲在背后 不现身解说任何理由 似不跟她是一样的缩骨态 当时已经觉得有点过分 而再回想过来 更认定是作为领导人的最大弊点 那个人的本性很容易看得到 有些事情 一个人做事有没有承担 有些事情很容易看得到 林太太的做法就是 有问题就找我 到最后 结果在她下面工作的人很舒服 在她下面工作的人 为何很舒服呢? 只要跟着她订的方向去走 就算出了事也会有老闆帮你订 其实问题就是这样 好了 这种领导有一个弊端 就是很容易被下面的人害你 其实就是 林太太的领导风格 有一个弊端 就是很容易被下属害的 因为下属害老板 她有很多方法 现实就是下属害老板 但是公务员团队是有这种文化的 尤其是是纪律部队 害老板 真的 很糟糕的 就是 你不害老板 你没得升的 尤其是纪律部队 所以有些人就专门 量一些东西来害老板 不过我不说太多了 免得又被人说我 我煽动些人 什么什么什么 VVIP就说 美容行业 健身行业 他们基本上近期都很努力地 追回之前 要给的租 加上四个月不能够营业 有没有收入 其实很难捱 还有很多行业 完全是没有补贴 例如宠物酒店 那一类他们都很惨 如果生意很裁员 你们才骂 这个时势 还撑得很厉害 所以我也没有怪老板 就是裁员 不过 我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有些人是有主体责任 搞好那个大环境 就是 如果你 你连搞好大环境 那个主体责任也不管 那 有什么事就叫人们反省 又说经济转型是OK的 是正常的 一般人听到很生气 就是说真的 一般人是生气得不得了 那 那 那 现在 说 就是VVIP的留言 他还有说 就是说 加上很多东西都通胀了 就是 疫情期间 厌血糖80 现在跳到120 爱国爱党的人 应该自愿减薪去帮助社会 不是去肥上瘦下 民怨是有原因的 他们应该自己反省一下 例如 港铁高层全部有司机车出车入 他们怎么会理这些基层 是的 是这样的 那 那 Cindy Law就说 疫情后期 是由时任 政务司的理事长全权负责和内地商讨 互相通关的事宜 但一直得不到内地接纳开关协议 社会上又一面倒 杀骂林郑躺平不作为 他又是躲在林郑身后 麦不作声 所有事都由林郑一人去顶 这是Cindy Law说的 当时的他 真是被很多司长局长 例如 陈肇始、聂德权、陈范、邱腾华、郑若华 任何一位都信息得多 起码少了一份最基本的承担表现 更加黄论风君 Cindy Law说 不过现今时而势逆转 建制传、德勢而媒体又归边 发现他原来 吵架、反驳、发烂、扣帽子、口才本能 实际不弱 只是当时聪明地躲在所有人后面 用其他人的身躯来做挡箭牌 无奈 在他上任后成功通关 更加列入他重要的公职 其实就是这样 Cindy Law你所说的东西我是同意的 其实 我也当然 有说过类似的东西 但是当然没有你现在这么有系统的 说出来 其实 其实 超哥有些事情 是不是害老板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定要说 不过我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 他们有害老板文化 这件事情 算了 这个话题 就说到这里 不过也说了五分钟 说一下的士加价 有另外一件事 大家都关注 也要多谢Parlene的支持 也要多谢Parlene的支持 现在就很厉害了 现在的士小巴商会理事长周国强 又是强强乱手 他就说 政府要清楚说的士的定位 究竟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还是个人化的呢 如果坐的士多多两三元 都会影响到生活质素 他就说 建议你这些穷L 他没有说的 我说 不要坐的士 其实 他这样说 是不是 反映到事实呢 其实香港 是一般人都可以坐的士 从来也是 趕时间 一般人就可以坐的士 他举手党 一举手就会坐的士 其实就是 那 他就说 没有作为是他专业 卸博是他本能 Karen Chan 就说 通关是行运医生医病尾 这样 那 两方就是林太太的要求是很高的 他要求是很高的 但是你跟他的方向做 你坏了他也不会把你打扰 就是他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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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了事的时候 他不帮你顶 就是林太太也看得到 他做老板就是这样 出了事他永远都是出来顶 那个人 有承担的人就是这样 没有理由就像那些政棍那样 如果你在香港 被那些政棍继续乱搞 香港真的是死得了 这个 强强联手的周国强 他真的是厉害 他说 现在 特区政府一定要踢走Uber 让生意额回流回到的士业 回流回到的士业 就可以提升服务水平了 他说 不担心的士加价之后 流失生意去Uber 因为 两者的起标价 仍然有十多元的差距 其实呢 Uber是比的士贵的 现在是 哈哈哈哈 但为何Uber比的士贵的士 那些人都要乘搭Uber 这个 周国强的解释好东西 他说 Uber服务质数较好 就是因为Uber不受监管 他说你去无牌私房赛 他的态度也会客气一点 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 这一幕我看到 不受监管的东西 反而态度会客气一点 原来是这样的 威就说 的士那条混蛋就串到混蛋 的士玩完是有原因的 其实他这样说完之后 那些人更加生气了的士司机 其实的士司机 不关他事 这个 的士小巴总商会 他是为那些开的士牌和小巴牌的人发声的 而已 他就不是为的士司机发声的 这个人 其实是 我说过实情的 的士司机 是有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其实是没有的 哈哈哈哈 其实 说真的 乘客多给两三元 是不是真的会影响生活质数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 但是 你有没有理由 说到这么串 这个现实就是 是不是 就是 钱怎么赚回来 很多人的钱 撕开 都会有血有汗 就算是 的士司机的钱 都会有血有汗 就是 你们那些 总商会那些 握着牌的人 那些 其实你们是坐以待毙的 不是坐以待毙的 我也要供牌 我也要洩水 那 Roy Chan 又说 那些拖地会客气 我不知道 他们就是 那些逻辑 我不明白的 那 Karen Chan 又说 神经病毒市生意 还会改善服务质数 你听到也不会觉得 逻辑是正确的 没错 Karen Chan 你说得对 其实 如果你说生意回流 的士业 就可以提升服务水平 这个更加不可能 其实是 哈哈 哈哈 无牌私房赛 态度客气 这个也是 好笑的 哈哈 哈哈 现在说 你拿正牌的食肆 为什么服务这么差 就是因为拿正牌 所以服务差 那全部人做非法事 就全部服务好 根据你的逻辑 哈哈 真的好笑 这个 那 那 Kiev Young就说 这条收租人 牌价 牌价跌到 TL 是的 这些人 是为 拿着牌子的人发声 但是 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 就是 你 其实加价可能死得更快 就是我说的事实 你加价可能死得更快 其实有些车队在香港 已经做得很好 就是他们的服务是好得不得了的 的士司机的服务是好得不得了的 那 你为什么 有些车队做到 有些做不到 现在 你现在这种做法 就是这个 强强联手 周国强 他说的话 某程度上 就是令到 那些 不提升服务 做黑的那些人 有更多的借口 就是我认为是 那些乘客 现在多给两三元 其实我认为是很小事 但是 你最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好的 你的的士有些是 不是全部的 我也要说 有些司机最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好的 态度恶劣 那态度恶劣 有可能 其实也是因为车租好 跪的 生意不好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司机的气更顺烈 也要多谢 WY亮你的支持 那香港艺民就说 有段时间 不客气 不受管制的态度好 那就等于要 取替政府的存在 要成为无政府状态 你说出了他背后的邏輯 香港艺民 他真的是这样的邏輯 Sam Chuy就说 根据他的邏輯 就是买司机的服务 也比较好 可以送外卖 是啊 哈哈哈哈 其实现在是大事 问题 现在的士 业的服务标准 整体 给人的感觉是很差的 虽然 有好的的士司机 但是 整体服务的质素 给人的感觉是很低的 就是 为什么 一般人 他们在香港 都要花多些钱 买Uber 都要买Uber 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你想想 就会知道 为什么要花多些钱 都要买Uber 其实当然 和 你的服务是有关的 还有 你根本 事实就是 现在的士也有参加Uber 有参加Uber的士 他们的服务又好些 其实是 事实就是这样 那些 网友告诉我 我很少坐的士 我一定要说 我说回网友告诉我 的经验 那么 MC就说 他这么说 坐Ubertaxi 究竟服务又如何 其实Ubertaxi 那些人是OK的 其实也有的士 加入了Uber的系统 是帮忙配对找客户 其实没所谓 有些的士司机 根本 他们的人 本身是 宽容一些 有些人 其实这个世界 永远都是 有些人是宽容一些 有些人是 惡死一些 是这样的 Pet Chan Wong 就说 我认识那些的士司机 是自己车来 每个人都说不想加价 他们从来都没有打算加价 只是谋理说要加价 他们那些团队 不知多斯文有利 只不过 不是这么多人遇到 我知道有 汪友是做的士司机的 服务也是OK的 还有 之前我都说过 有些团队的司机是很好的 其实 不能争辩的 尤其是 那些的士司机 说真的 他们也是服务性行业 他们都知道 尤其是做团队那些 其实有很多 做车队的人 做得很好 我也要说 那 Keef Young就说 没有监管就服务好 那不如取消所有牌照吧 香港再没有的士牌照 那的士服务业就变得很好 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的 我的看法就是 应该 Uber那里 你要他们 多买个牌照 那就可以了 我认为 现在 你要取消的士牌照 这个不像实际 我的看法就是 因为他们的牌照已经发光了 你另外做的事情 应该可以给那些牌照 那些牌照 把牌照 就变成Uber那些牌照 就是你多做一类牌照 就被人做网约车 那 那些牌照 他们就有 就是 你没有伤害到他们的利益 但是你就要多做网约车的牌照 你可以给他们一换一 就是做的士的那些的士牌照 你可以给他们一换一 给他们做网约车 其实内地很多地方管的方法也是这样的 内地有些城市 一定要做网约车的人 都要买回的士牌照 但是到最后也是不行的 其实 因为那些的士牌照太贵了 其实就是 就是 结果那些平台 都是给私家车进去做网约车的 其实就是这样 我的看法就是 特区政府也是不可以拖 这个问题 你再拖也是很糟糕的 你想一个方法 现在 做网约车的人 他们要买网约车牌照 行不行 那 其实 你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买网约车牌照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大家做 大家做 一番合理的 合法的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 那 石比奥拉尼说 是专做机场和东涌车的士 车队的士司机服务 是不错的 我 看过 做机场的 做 那些大的士 我不说哪一家 其实有几家大的士 他们做得很好 他们做得很好 其实他们的成本 会高过那些 金风的士 的 就是 Toyota Comfort 金风的士 其实做大的士的车主的成本很高 他们 只是靠服务赢的 我说的实情 他们是靠服务赢的 那些大的士是靠服务的 其他那些 金风的士 现在是 最不肯投资下去的车主 他们就是在那里坐以待毙 其实香港最糟糕的是 有一班人 经常想坐以待毙 你不肯去做多一点点 随便想一些 缩骨的事情 去坐以待毙 这些人是最讨厌的 这些人是 那 那 辉一日人类美养共同体 就说 转的团队做得好 因为直接受聘于的士公司 有想法制度 管理得宜 其实 有些东西是可以 科学化一些去管理的 其实就是 那 Kieff Yung就说 超哥才好笑 白摆车犯法 但是他被犯法的公司 买行广告 其实Uber 又不是全部都是犯法 他们 政府 太久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在其他地方 不会让他这样做 我也说过事实 Uber 就是说他 有些东西 他一定是说自己是 驾驶的 就是那些人 不是取囚开车的 他是 做Uber 只是 分享 他刚好 要去其他地方 大家分享 一辆车 来用的 他是做驾驶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说法 大家都像是狗说的 每个人做Uber 都是取囚的 我说过事实 每个人做Uber 都是取囚的 你倒不如 有些东西 把它合法化好 说真的 你给一个 优惠一点的价钱 让那些 现在正在做的人 变成合法 算了 不过 你要走这一步 就要有胆 才可以的 现在的的斯牌架 跌得这么残 其实 你这样做也对 是时候做这些事情的 那 那 好了 算了 休息一会 回来会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一会儿 提供 都 我们是从一开始 他把图竹子 都比较中 更多 小声 它们 却 高 柳 川 Zither Harp Zither Harp